我想現在你去動了這個反滲透法 這個也是國民黨的優先法案 福國立民 這四個字 我覺得國民黨是不是已經忘記了 從剛當選後就講了福國立民 那你現在去你現在去動反滲透法 我們知道說這段時間以來 整個中國事實上選舉的時候戒選 然後不斷的 然後不斷的是有說 我們的軍官啊 或是軍人 然後可能被中國收買 這樣的狀況是層出不窮 所以當時才會有針對反滲透法 這樣的一個立法 我覺得反滲透法本身是可以 大家可以檢討 他的立法上是不是有夠不夠細膩的地方 但是你說要廢掉反滲透法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我們以後對中國不再設訪了 我們對於中國對於臺灣的一些種種的因素 我們都不太理了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大家要認真去思考 就是說在選舉的時候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大家在想 大家就會想起來 中國直接影響臺灣一家民調公司 然後直接影響部分的教授 然後去做假民調 去做假民調 所以他說他們的勞數越來越多 然後他也已經知道說利用假消息 然後利用這樣假民調的方式 然後去干擾選舉的時候干擾選舉 平常的時候就一些政策上面 他們可能會放錯誤的訊息 然後讓大家對於整個政策上產生誤解 這個都是持續上有有有有在有在報導的 而且我們知道說 多多次的這個民主國家都說 中國他們對臺灣的這樣的一個網路上的 包括駭客攻擊 包括他們放的這樣的一個訊息 假的訊息 大概是全世界就是最多的 所以這東西 這個鐵打的事實 就是說這個屬性展在這裡 然後這個時候國民黨竟然跳出來說 我要把反滲透法 直接把他修法拿掉 而且馬英九講了朱立倫還出來附和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這種情況之下 國民黨做這些事 真的是人民期待的嗎 那我們當然很很認為說 我們跟中國事實上 大家是可以和平談判 可以在和平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大家而且要符合對等的 對等的一個關係 但是不代表說 我們對中國的設法完全不用 縱使說我們跟中國過去有一些協議 這些協議的存在都是兩個國家 是一個平等 而且這個平等的一個背後 你沒有做好自己的一些防備 這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反滲透法 他所架構的 事實上就是在保護臺灣 我們不要被中國滲透 不要被紅色勢力滲透 這個不只臺灣在做 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在做 所以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拋出這樣的訊息我覺得是很不負責任的 OK 那員師你們就剛剛聽到了 就講你們怎麼樣 是幫習近平要去做這樣一些事情嗎 會不會這樣嗎 而且媒體上有報導說 復訝一種招是接下來是下個禮拜嗎 要有率二十個國民黨的委員要去 去中國要訪問 你們要去 沒有 我沒有去 OK 那這些相關的一些會對國內的政治 包括你可以想像出來民進黨的立委們 一定會大力的風景這一塊啊 第一個那個反滲透法不是要把它廢掉 我現在看到 因為這個並不是我們曾經討論過的法案 那是因為馬總統馬習二會之後 蕭旭成就是馬辦的執行長他帶回來 他跟大家建議說要把那個反滲透法 為什麼去移到以後回來這樣 那個時機不是很敏感 我不知道說他是為了什麼就是提出來 而且他覺得說國民黨應該大力稱讚 馬習二會的成果 他認為這一次國民黨沒有很支持馬習二會 他覺得國民黨被打怕了 所以正當的價值都沒有去支持 這是蕭旭成講的啦 那我就只能講說反滲透法 我們黨團內部並沒有討論 還沒有討論過 可是我看最近幾位委員受訪 大家受訪大家的主要的論述是說 沒有要廢掉反滲透法 但是覺得反滲透法有修法的空間 為什麼就包括說這次總統立委選舉 我們的這個執政單位 或者是我們的檢調 都一直用反滲透法去辦了很多里長啊 或者是一些人 可是十一道到最後通通都是無罪 但為什麼去辦他們呢 這些人可能是某一個立委的條阿咖 或者他可能他支持藍營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就被用反滲透法辦了 就是恐嚇他嘛 就是說讓他在選舉的時候不要太支持啊 可是最後也都沒有罪啊 所以反滲透法有一些條文 確實是給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過多的 過多的空白授權 很含糊不清啊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把修得更緊密一點 就是謹慎一點 就是說反滲透大家都OK 可是你不能空白授權成這樣 讓大家沒事就被辦 一不小心就被辦 這是其實是想要去影響選舉結果 研究管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本來就是內容 到底夠不夠細膩 大家應該可以討論 包括你剛剛講的 那不要落入所謂的空白授權或什麼 我還是講那個十七點 就是馬前總統他們去了 回來以後 你剛才講是蕭聚成他們帶回來的時候 什麼叫帶回來 就他們去跟人家討論這些東西 我們國家的法律 你去跟人家討論什麼東西呢 帶回來是你講的 剛剛講的太快了 他們帶回來 你要講清楚 他回來以後有這樣建議 他是公開說 國民黨沒有支持嘛 習二會是真的啊 但是這兩回事啊 我聽說你不能說他帶回來 對我講太快 以後他還是有提 因為媒體上是說 馬辦有建議說要修這些 還是回到那個時間點 就回來以後你建議修這些 所以民進黨一定肯定就會大力 就講說怎麼樣 你一回來就要修 早不修晚不修 在這個節目 對你們來說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些困擾 還是這個就往後挪一點 要修確實 那但也不及得在這時候 我反而覺得要修趕快修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離選舉還比較修 如果說快要到選舉前修的話 反而我覺得民進黨 某個力道會更強 因為快要選舉了 原主管我剛剛要補充一下 說那些里長 實際上他們不是無緣無故 那個是在選舉的時候 大量的一個旅遊的招待 有的是平常 平常就有正常交友 可是在選舉的時候的旅遊招待 然後事實上後來 我有問調查局說 他們辦的界限在哪裡 事實上他們不會針對 你單純被招待 就是在里長 他可能揪了鄉親一起去 這個他們不會把他認定是犯罪 但是如果你是收受資金 收過中國的資金 你是這個收受資金者 然後你去號召 那這樣可能就有問題 所以事實上 大家在這條線上 那個調查人員還是有 一條線 並不是要說 因為我反受透法 我就擴及到了 這個只要是 國民黨的條法 就把他全部抓過去 不是這樣 他還是有設定在一定的 一個要件之下 定罪可能比較難 可是在選舉的時候被辦 那些人就會心生畏懼 心裡面會 心裡就會畏懼了 他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我支持國民黨 我才被辦 但是被招待理由 在選舉的最敏感的時候 他是接受中國的 問題是有的是沒有招待 因為那個在選前 大家都討論很多 有的沒有招待 有的就是說 可能人家吃一頓飯 在選舉的時候 有人講到選舉 這樣就被辦了 那時候也有發生 類似這樣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是要定義清楚一點 那我剛剛問的是說 那那反昇東把要不要早點休 我剛剛講說 早點休比較好 因為 不是我說時間點在 你說馬前總他們才從中 才剛回來 因為他四月十一號 十一號左右才回來 你們現在就提 所以他等到 等到那個傅昆奇從北京回來再休 那個是 因為是蕭俱成主動提的 那我認為是說 蕭俱成他可能有感而發吧 他覺得說 你是不是什麼都在怕 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蕭俱成帶回來的不要 傅昆奇帶回來的災 傅昆奇這個我解釋一下 傅昆奇今天也有被問 他有講 他大概二十個立委去 最主要是要講那個觀光交流 他認為說 現在因為民進黨都讓這個觀光 進入到冬天了 然後很多水果也被卡住 他希望能夠談談看 那我個人是樂觀其成 只要他去秉持著台灣的主體性 然後對等尊嚴 如果談出一些成果 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如果這樣的話 他當然是馬歇爾會 最後那個見面的時候 不是習近平就有講說 也希望他們 就大陸那邊的人 多去祖國寶島 我還記得這四個字 祖國寶島 他說多去祖國寶島走走 大家那時候 我在節目裡面 將軍也講過說 這是不是就是 可能會送個大禮啊 要什麼什麼這些 但不管怎麼說 包括你說副總召 要帶國民黨委員去 或剛剛講說 反正是把這些 這些在兩岸 尤其在現在氛圍之下 那消去正講的 國民黨什麼都怕 難道這些修 或是難道去一下 中國大陸又要被抹紅嗎 現在那個 夫婚旗帶了二十個委員 這個週末要去北京 這件事情 當然很怪啦 非常耐人尋味 就是說 當然現在選完了啦 原子講說沒有選舉 那習近平見了馬英九之後 說這個多到台灣走走 這個當然就是剛剛 剛剛講的吧 可能會開放觀光等等 那問題是說 這個觀光這個 國台辦怎麼看這個事情 而且這個大概也不是 只有國台辦而已啦 就是說 開放觀光規 開放觀光 到底這怎麼怎麼做 這個兩樣要談啊 這不是不能談 那副婚旗帶人去談 他覺得 對啊 他好像就是說 那沒有政府還沒談 我們先跟你談 他說這種不做的 我們來做 這是關鍵的 政府沒有不做啊 但是現在要談還是要 這個兩邊的政府在談 政府授權 機關在談 那我知道 副總召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還沒談之前 反正我先去 那這個你先跟我談 達成共識 你看這個是我們國民黨的功勞 那人家就是說 開放觀光 本來其實坦白講 我們也希望開放觀光 我們沒有不希望 這個這個陸客來這邊啊 就是這個 這個兩邊的交流 本來就不是壞事情 就像剛剛原子講的 只要對等尊嚴嘛對不對 在對等尊嚴 本來就可以這樣做啊 那本來也會照著既定的行程 這樣做 那更何況 習近平又冒出一句了 看起來是勢在必喜了嗎 你看前一陣子 這個馬熙二會之後 這個觀光類虎還在漲 我想是這樣子 這個都是好事情 可是在政治上的操作 就要適可而止 就是說這個政府授權的機構 還沒有開始談之前 那國民黨就幾個委員 就跑到這個北京去說 這個都是我們的功勞 你看這個等等等等 我覺得這個也不好啦 當然當然有交流不是壞事情 有交流不是壞事情 是你去那邊的時候 你講什麼話 你做什麼事 那麼接下來這些大家都在檢查 那麼國人都在看 那所以去了之後 在這個過程中 還有在這個回來之後 所產生的結果 那當然這個國民黨這些 這些委員們 當然要致負責任 那人居然不是什麼 就是現在大家討論這個反 反滲透吧 因為老實講 這個不是在國民黨的規劃之內 剛剛主持人特別問說 因為這次是馬英九回來了之後 然後突然就講說 我覺得應該要修這個反滲透法 而且還找了朱立倫 我其實看朱立倫的表達 基本上是比較保留的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就是說但我也不認為說是馬英九 什麼什麼去了之後 刻意帶回來這個訊息 但問題就回來了 就是說國民黨當時如果還記得 二月份搞了一個共識影 三十二項的優先法案 我都不要再請教原資了 因為這太煎熬了 到底哪一些跟這個有關嗎 沒有嘛 根本沒有這一條 滿久突然一丟 我再請問一下 反滲透法 這個法看起來很大 你知道嗎 總共多少條文 你知道十二條 第十二條不要看 為什麼 因為這十二條叫做 本法制公佈日實行 這根本不重要 第一條也不用 第一條也不用修 就是為什麼我要定這個法 因為我要防止生道 第二條叫做名詞定義 什麼叫做反對象 第三條之後 基本上都是跟選舉有關的東西 國民黨說現在可以修 請問你要修哪一塊 你要修哪一塊 是覺得罰則的部分 因為他後面都是 你如果今天做了這些事情 我就開始有犯什麼法 那你是覺得太重要刪嗎 唯一看起來 唯一能夠有調整的 只有在第二條定義的部分 那我就講啊 國民黨現在講說 呼籲什麼白銀啊 這個民眾黨也要一起進來 這個調整 那我先問一下 總共就十二條的條文 國民黨在這件事情 我反而認為 他比較像在敷衍馬英九 為什麼 國民黨所有人被問到 說要不要修反滲透法 包含洪孟凱 講完了之後 我們覺得應該調整 後面一定要補一句 國民黨非常贊成 也非常支持 馬習二會 這沒有意義嘛 所以我想說 國民黨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 現在又被困在了一個 因為蕭旭成一回來之後 開始開爆說 你國民黨根本不支持 馬英九去跟這個習近平會面 你們怎麼沒有大力的表達支持 國民黨全黨上下支持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都很歡迎會這樣 那我就講實話 現在要修反滲透法 我覺得OK啊 那你告訴我12條裡面 國民黨覺得12條修哪一條 不過現在可以